大家好,我是新闻者教授 今天很高兴跟各位来分享 多吃食材的这个好吃 既然我们国人目前饮食的不轻衡 包括食材吃得不过多 所以我们政府一直来提醒我们民众 要多吃食材 正在营养型的这个立场 食材可以提供我们 吃过的维生室 矿物质 还有膳食纤维 更可以提供其他类食物 所不能提供的这个足化室 它对我们人体的这个营养跟保健 有很大的这个好吃 食材的栽培方法很多 一般是种植在这个土壤上 那现在有一种科技的栽培方式 是不需要土壤的水跟栽培的方式 它是一种科技的方法 然后在这个好的控制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生产特别一些品种的这个蔬菜 甚至于好的营养价值的这个蔬菜 除了一般蔬菜的这个营养价值之外 像有一种蔬菜现在很流行的叫做冰花 它吃了一般市场的这个营养价值之外 它特别含有这个基存跟松存 可以刺激我们人体的这个代谢 调解身体机能 甚至于有些水根的这个栽培 可以把一些特殊的微量原始加进去 所以这样可以避免像目前很多的这个蔬菜 某些微量原始含量缺乏的这种情形 都可以获得改善 水根市场的这个栽培 因为是一种好的这种控制条件之下 所以可以避免像一般传统的食材 所担心的一些疑力 包括荣耀残留 中心使的这个污染 以及致病原菌的这种感染等等 水根市场完全没有这种疑力 因为它是一种好的控制栽培条件 所以让消费者可以吃得很安心又安全 水根市场的这个食用方法很多 吃得跟一般传统的食材可以适合熟食之外 它更适合来生吃 因为它是在凝污染这种环境来栽培 所以卫生条件很非常好 甚至有时候不需要水洗 就可以直接生吃了 做凉拌 做沙拉 都是好的一种选择方式 水根市场的这一个好吃 除了提到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些营养 卫生安全之外 它目前更被开发在很多 保养品跟保健食品方面 所以让消费者可以做更多的一些选择